所以如果他是用會計師簽證你知道,因為我們也沒有去看原始憑證 所以他可以一張,一張發票可以被我到兩個地方,只要會計師合作的話 不過是這樣啦,全案移送檢調,我沒有要去包庇誰 我也說非常清楚,公務員不會犯罰,公務員還是會守罰,但是這個系統是有漏洞的 所以誰幫忙鑽漏洞,是你進黨的一名? 這個我們移調檢調以後去調查,明天我已經下令黃珊珊副市長 我昨天在垮林之前還在蓋那個公文 那個公文蓋完以後,我們明天正常上班,公文就發出去了,我們就移送檢調 有牽扯到當時的檢院局長嗎? 那我跟你講,我們是這樣,我們也沒有司法調查權,所以我們也不要去講太多 我只跟你講,我的態度很乾脆,台北市政府所有的資料移送檢調 那下一句,中央政府要不要把所有的資料交出來 我看,你放心啦,玄圈不會交出來 市長,你過開門校的時候有沒有反身後把控制